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西伯来人的奥秘 西伯来文Avery就是西伯来人 Avery是附属 Avery的词根是Ever Ever的意思就是Cross Over 就是跨越越过的意思 所以西伯来民族是一个跨越的民族 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跨越红海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他们要越过约旦河 西伯来人他们离开一个旧的地方 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地方 结束旧的生活进入新的生活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集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西伯来人 是亚伯来也就是亚伯拉罕 西伯来人的生活是一个跨越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就像亚伯来 他必须离开吴尔才能进入音许之地 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生活里 像亚伯来 他要离开拜偶像的生活 进入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知道吗 西伯来人不只是指那些西伯来民族的人 凡跟随米塞亚耶稣的信徒 都与以色列人联合 就是属灵上的西伯来人 我们这些外邦人 要成为属灵的西伯来人 首先要学会跨越 越过障碍 也必须学会离开旧的地方 进入新的地方 或是离开旧的生活 进入新的生活 在你的生活中 有什么拦住你 跨越障碍 超越限制 进入神的旨意的呢 靠着尼塞亚耶稣的大能 我们可以越过 我们生命中的越大河 进入神赐给我们的音许之地 西伯来民族是跨越的民族 我们是属灵的西伯来人 所以我们可以超越限制 越过障碍 进入得胜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